第二个 第二个 必须要你们被强制搬迁的之后 你们居住环境是不能比现在差的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台湾很多破迁案 政府根本就不管这些人都跑上来去 必须要保证你们被破迁了之后 你们居住环境是比现在好的 好吗 必须要你不能变差 你必须要变好才可以 第三个是破迁的结果 不能造成各位的金钱损失 所以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变成了 某些罚本 但是非常不幸的 台湾现在到处都是阻地征收案 那桃园好像成一个面积那么大的一个案子 我们才在一两个礼拜前我们才看到一个悲剧 那为什么老百姓要遭受那么大的苦难呢 那为什么遭受那么大的苦难 政府勇敢来 又不愿意来乘势呢 其实这个理由很简单 这就是他们执政的基础 现在的政客执政了之后 他心里面想的就是怎么去玩土地游戏 那个钱的来源就是各位 好那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最后 所谓的行政程序进行到最后这个 要财钱补偿的这个阶段 他现在正在进行那个协议架构 那我看到那个协议架构内容 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OK 第一个 这种协议架构 其实不应该是弄一种 惩罚性的方法来 来跟各位谈 不应该说 好你今天跟我协议架构不过 然后我接下来想弄更低的价格来给你征收 没有 绝对没有受到理的 今天这个土地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基本的权利 政府要做公共建设 他应该来跟我们谈才对 绝对不能用这种强暴的方法去实行 但是他们这样子做了 所以绝对不能用 惩罚性的方式来办协议架构 第二个 其实你们也会知道 政府官员也会告诉你说 你如果自拆 然后会有一笔的所谓的奖励金 然后呢 你如果是被强拆的话 那就没有这种奖励金 甚至你还要负担那个 拆房子的费用 这件事情表面上面好像是说 我给你优惠 你如果自己拆 我就给你一笔钱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 惩罚性的一种做法 那我觉得桃园市政府最恶劣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 这个案子本来是发自在国民党 不治养的年代 然后呢 那时候政府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呢 打了土地正义的招牌 然后当选 他在还没有当选之前 他做过多少承诺 说要维护我们的居住权 要维护主张土地正义等等的 但是他刚选了之后呢 他换一个名称 本来叫做桃园航空城计划 后来叫做绿色桃园航空城计划 里面的内容没有改 只不过那个什么 总经理董事长 换成他们自己的人而已 然后他继续干 然后呢 那些恶罢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一直到今天 那这我们才干了一件非常不要脸的事情 他在计算这个征收补偿费用的时候 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的征收补偿费用 事实上全台湾都一样 已经没有办法让老百姓被征收之后 仍然可以去别的地方安居乐业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 每一个老百姓都必须要负债 不然的话就是要牺牲你的生活环境 你要输到比较偏僻的地方 或者是变成一个比较小的房子 一个比较小的坪宿的一个住宅 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 看到郑文财 他不只是已经给我们很差的条件的 他甚至去修法 他甚至去修法 让这个条件变得更恶劣 有这个样子了吗 所以 我觉得 我非常鼓励我们居民 绝对要起来抗争 然后呢 也让各位知道 各位绝对不会是孤单的 因为全台湾的这种案子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希望 你们社区的被征收的居民 还有组织者 我也希望 就好像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一样 我们也希望你们 去别的地方看看 因为现在台湾 我一个礼拜大概平均参加两场记者会 好不好 有时候还三四场 天哪 我真的有够忙的 因为台湾的这种案子 莫名其妙的实在太多了 那我鼓励各位 你们要对抗这个极权的政府 唯有全台湾的受迫害的老百姓 大家团结起来 所以请你们也要到别的案子去 声援别人 然后我们大家互相声援 这个样子 这个政府才会害怕 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我们发言就到这边结束 大家加油 谢谢 谢谢我们的 台湾国际政医联盟的理事长 然后再来我们接受 我们的 游屋 游屋和议员 来为我们讲一句话 好 大家好 我们公民兼优盟政线 所有的伙伴 大家好 还有包括呢 我们刚才发言 我们土地联盟的理事长 你好 还有我们常务监事呢 丹宗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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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记者会是11月22号 我们要上台湾市政府 表达 我们对这次征收案 没有办法让我们征收 重建一个家 我们很简单 我们不贪心 我们需要重建一个家 当初我们在审议阶段 被归列于反方跟正方 我常常一直在讲 不论反方不论正方 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这个窗口 对到我们的政府 不是造成说我们互相仇视谩骂 这样是不对的 那包括现在的阶段还是一样 我们的政府呢 他有办法照顾到百分之六十 那没有办法照顾到百分之四十 怎么办 所以说我是个执政党的民意代表 我必须为这百分之四十 作为一个窗口 我需要说一个区论证 就是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要照顾得到 这样才可以 你如果说你有间接人 你有性质 我们要照顾得到 但是我们没有在经济里面 我们要一间住 我们要等个先见后迁 我们必须也要向教育 现在政府的作法就是 他有办法请上天 他对我们这些无法照顾 他没有办法水中送炭 连一个炭他都没有办法送 所以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无公平 那么外面 无法定书的人 对我们这个看法 如果你们说什么 我们要来去钱都很多 甚至对我们都灌上好像很贪心 这种高帽子 其实我们不是这样 说的是我们这些人 都是吃吃航空社的建设 我们今天就来带到这个抗扎 带到这个抗扎来 让我们感觉说 很疼心的很讽刺 就是说 我们吃吃航空社 结果 航空社的经修是 把我们园友的祖宫寄照 再来一倍的经济人 比我们更好的人来住来吃的 甚至说 我们支持这个建设 我们无数到两家 共同来享受 它开发的好美反应的经兽 你要看他现在土地和土壤 我们这边 蛋黄区是完全精修 他没有办法做替穿 所以说 我们土地和我们的房子 枯起来 早上来五六百万 五六百万 那五六百万 那是不去哪里面穿 我们接着说 就是说 专台湾最大的开发案 政府没有办法 抑制这个市场的 低价浮动 跟房价的上涨 但是政府 他要以赴这个人来降低 我们的人建成本 所以说 四十年前 我设计这一年 发出了 四十年前的政府 一直来去 集合式的安置接锅社区 来给我们大家赌 给我们做第一优惠贷款 来做成本 那四十年前 我最近一直跟政府 一直清楚 希望政府来兼建 造社区 全都去得好 要让我们兼建好 才会拌好 这样给我们兼职 损失 降低我们的兼建成本 再说 你要看 我们的安置接锅 他如果没有说 整个给我们去得好 才让我们拌好 躲好 后来 你去要去 你去住 我 去一年 我才去要帮我去 那个工夫里面 四五年 你几十年都有人去去住 一样是尘土飞扬 这对我们增收 生活平均 生活平均 我们的环境 一样也会造成二度的伤害 所以说 我们的作品很简单 就是 你不能 还给我一个家 我们就要努力 保有现在这个家 所以说 你把我添收 你就是要向我这间房 我现在说一个简单的案例 一个妈妈 带一个小孩 去我房屋 我问妈妈说 你管理求你的姐夫 来老 你的小孩牌吗 她说我当然也没完 她说没完 我现在要牌姐夫 我要去小孩贷款 我二回子 小孩没有我贷款 我必须就 叫小孩去贷款 所以说 这个姐夫 这样就 到小孩去牌 对这个小孩来说 她很无故 她也很无耐 我跟她生活 好的相关 也很安忍 很安定 我的母亲 过来也很好吃 结果有个人 在香港前面 我整个家 我必须要来牌 这个姐夫 她的人生 又有健康 又有感染 又有苦苦 所以说 我们 这一半 以及这间 希望 大家做的站出来 那么我们也知道 现在很多礼 很多礼 都用你扮建筑 扮健康 扮健康 你扮这些话 但是我不跟大家说 就是说 事情有轻重反击 优先顺序 我们大家来顺序看看 是我们这四人打拼的 房子比较重要 还是来健康 还是来健康 让大家去做出来 所以说 我都要处理隔壁 大家要跟着 收集出来 我现在 我也会去参加 我也会去参加 因为我民意代表 你做 我不是说 站成风还是反击风 我必须要 每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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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听 我都要去参加 跟参加 所以 你自己说 你民意是老兄 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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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个村子就是说 民意不仁仁价在党义上面 我们的生存权 我们的财产 绝对不容许受到侵害 这就是说 我们在这 希望说 我们第一次 才会议议议 大家准备走 感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游和思缘 然后现在 接下来 我们有请 我们的游吹音游老师 来为我们 针对于这一次 两千人怒吼 讨回家里 曾经开活动 整个来用区埋 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好 各位 民意记者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那在场的 宇惠贵兵 还有各位 相亲父老 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是 桃園市公营监督正线点红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看这点 11月9号 桃園市政府已经发布 土地征收公告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你的土地的收入有关征 都要搞定 你的土地已经被政府的了 所以呢 你现在民主的事 不对的 不透明 不完善的政策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摸一队 队一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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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充满了恐慌跟无助 我们被迫要支持国家建设 我们来开发航空城 可是我们的特别牺牲 我们换来的是 我们在抛杂 我们在常见家园 我们要抛杂 以前的民主 不是跟我们抛杂这段 你现在没有在乎贪 你那一队 你会欲待 要做这些抛杂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 再来看 现在宫东王给我们收集的 都是我们给大家 军事大压的压力 设计长38公务,地平11.12平 建平就是你的厨,37, 龙众部375厚,藏地,龙众部485厚 我们来看市政府的廟,安置住宅 就是你公务要去逢人的大厚 公务要去逢人的大厚,公务要去逢人的大厚 公务要去逢人的大厚,你看 台队是30厚的公务,你看他在这里 政府的门离,这厚大家都有收到 30厚在这里,他逢人475厚 然后他逢人485厚 他这个30厚,他是宽贞30厚 你要去逢人公务,公公设施 他这个价格还没有加100厚的车位 所以你的30厚,你如果是担公务 要来逢人家的30厚,485厚 你差不多要复材100厚,还有这100厚 差不多23厚 还没有设计长逢人,因为你担人是公务 还有我们来看案12 案12这个乡亲,我们看一头 案12在这里,看这个好吗? 他是逢人的,大厚是11厚,減民45厚 对,差不多两厚 我们都知道台队在这里的厚所 減民45厚 他都逢人540厚 现在我们来看逢人要去逢人的大厚 好,我们在场记者朋友帮我们想想看 帮我们在场的这些头发苍苍 的老百姓想想看 我们当时45厚的包540厚 现在来担政府的大厚 在这里 540厚,我只能够养他200厚 2厚 540厚 还没有算百三万的厚 还没有算公社的资单 还没有算去房子的时候要做房子 做房子才要住 所以假如你一天要逢人去公务 你就住不了 你钱过来不少 而且是两百名 你要逢人的三百 就是八百几万 有百三万的他就去房子 给我们看,有一个案13 案13跟他逢人家 第八的22厚市 建八的27厚市 建八的27厚市 就是小型的托天 小托天 他都做改剖470厚 总记得 同样 你现在看透天的27厚 你看不得靠政府 让我们去丢人 对我们双子大厚大 他说如果不在厚大厚 你去做啊 看你图里面 我是图里面 他说你去做啊 这475厚 770厚 你可以去他两房两厚 差不多有百三万 还有总统 还有工作 所以不管你是 大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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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办呢 大厚 你一世人三十年的房贷 现在第2台 第3台 接上讁法 好来看暗理事 請問一下 這是我們海港城的那裡的城陽就有這個廚 在這裡做一個三代同堂兩斤的套體廚 兩斤的套體廚的電白白一白 第二白的也十五白 都做五條的看起來像是一條水一青一蘭一 平均一方差不多多少 八百一十塊 你這樣看喔 套體的一斤五十五白 整個花子在大 三代同堂還跟媽祖書在大 五十五白 保你百二萬 你怎麼看他大樓 你就住下去 百二萬的百七千 在這裡 你可以換他的差不多三房兩天 去住他的母母的三房 百一萬 這裡就不會有這三十幾 很棒 這裡都會有這三十幾 所以才會有這三十幾 三百三 三百三 來 好 後來我們都看這個 好 我們現在看 我們現在看 全台灣的收集資料 南鐵東義 台南是很高興的,我們拿東西, 鐵鐵路的廣東區,像是鐵門鐵路, 大家也拿到台北, 你看看,它一幅差不多10.5萬,10.5萬, 但是北市的四百科, 屬林到北投的科學園區, 一幅很少萬市, 市基地一百十六萬, 人家是行離個車位, 一個車位百十三萬就加你了, 你看看,我告訴大家, 剛才南北投的車位這麼賣一百六萬, 政府賣一百三萬, 做民產市長賣一百四萬, 賣一百四萬, 說這樣優位,十大優位, 你看看,台北市, 郎台北市一百六四萬, 他已經賺一個車位了, 還要看,台東的科學園區一百四十三萬, 他的車位不超過八十五萬, 你看看,三甲的北大的安市住宅一百四十二十三萬, 他B1的車位一百, 他B2的車位九十, 我們看香港什麼,政府賣多少? 你看看,一百賣多少錢, 一百賣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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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問, 這樣的安置住宅, 要給我們去住宅, 我們負擔得起嗎? 通知你夫,是去去豪宅, 還是去中越地保, 給我們住宅, 他不是去給我們住宅, 他是要賣人的, 尚尚要給我們買, 他要賣人的, 他是要賣人的, 為什麼我們的安置住宅, 我們來住宅, 到台灣, 甚至比台北市, 要更加貴, 所以呢, 我現在講完這些個案, 都就是為宣派是, 大票貼人的資料, 剛才那個, 那個朝天的, 那個朝天的國務, 都是為宣派拿來的資料, 所以這不是個案的, 市長搞剛才講, 那是正確一個人的問題而已, 他們別人就可以, 那怎麼可以, 這不是個案的問題, 這是通案, 這一定是通案啊,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統治政府在這次香港是 拼了差不多一萬多元的房子 英雄四萬人 我們的統計錯夫、漏夫 我們在親親的統計七千項 市政府統計 像我們政府剛才這樣保障 比五百萬更低的那些弱勢 不是我們的老闆、五百萬更低的 已經有錢了 不要說五百萬以上五百萬六百萬買不去 六百萬七七百萬保不去 我們現在去問 是怎麼會 他就說實在優惠了 怎麼會再付錢的結果 這樣結果會變成什麼 未來我們如果拿大去換大自己去 我們也是要考慮 未來你去把政府買大後 你也是要負責 而且你的大後空間又縮小 空間又縮水 所以呢 你原本已經在世間了 你根本就沒辦法大後去睡樓屁了 所以原本的世間的弱勢 你就會更加弱勢 你原本像這樣自己最高班 你小孩你最高班 有賺多少錢 如果你是多少錢 要來阿伯要來買房子 你原本小湯家庭 給他收到老大陸負責三百萬 你就會有新一波的弱勢族群 好 現在來看 這個弱勢族群 這個數量很多 不是我們頭天看的這些是頭天而已 因為政府不敢公佈 不然我們看10點 我們現在來看 是甚麼情形導致 今天政府保護我們的錢 讓我們去不去 還要去不去 我們同一個 我們要強烈的後術 桃園市政府違法失職 他坑殺我們的權益 不是跟我們討論一下而已 整個頭集都一樣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來看 所謂的幫你保護責務 有一個法條 都要依法行政 要照法定 通知91年 有一個桃園縣 新辦公共設施拆遷 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這個自治條例的八條目 意思是 你現在建築改良物價格 安置停點計值 每一條 我們從市政府 91年的時候 是八條四塊 後來 他說這個八條四塊是一個基礎 每年要按照 每年的市政府 要按照 按照他的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就是你要怎麼討論 你的水基金 真的要蓋 你的錢要從他蓋 如果他蓋到冠冠 你買不去 所以他說每年要按照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去標籤 我們來看新北市 新北市他八十八年 就有這個問題了 人家的起始點 還是每年照料 他的起始點是九點幾個 我們來看一張 我們來看第十一張 好 這就是我更正的 我說給大家聽 這就是物價指數 這算是大家要先看一下 意思是什麼 八十八年的時候 179.2塊 我們是8.4塊 營造物價指數 1.35.38 1.35.4 今天是100.9年 營價指數 已經是100.9.5 意思是什麼 這如果是9.2 他要每年去 從9.2開始去 10、11、12 所以今天18市起到15.2 我們頭上 他比較低 我們從8點4開始去 八點4這樣看著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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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剛才你說 前朝是無治陽時來 看一下 頭上這堂是頭上 是頭上政府的自己公共主了 我們從9.1年的8點4 1.2到100年 10年中間都是8點4 都沒給你去 這10年中間 他頂收多少 他就賺多少 他都沒給你去 他就少少給你買 好啊這樣看 後來沒有 請再起來 後來請再起來 好 這10年中間 新北市10年去喔 這10年中間 政府都偷管 政府都沒去 有什麼 阿燦司長一台 好 給你調一下 調一下0.1、0.2 這樣看著 這樣好 我沒調了喔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剛剛看這張就好 看看這張 這張很明顯 一張是八百九十年 一個八十年 一個八十年 一個新北市是頂頭這座 人家是幾九點市 一年一條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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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發瘋了 就開始踢減10點多 看到了 看到了 剛才去控制之後 你踢減的12.1 再踢減的0.1 現在跟你說12.2 我就很好啊 不在想怎樣 不在想怎樣 就是那個傲慢的口氣 傲慢的 你現在看 剛才開始就沒有差 這中間一定受到幾百萬他都疼 因為這介紹很驚訝 剛才的落差居然這麼大 現在已經調到這麼大15.2 我們10年都沒調 後來真的帶你調一下 所以現在我們重點補不夠 就是差在這裡 就很大 就是差在這裡 所以同市政府 那個叫做行政的規法 行政的違法失職 它沒有按照法律來 它自己是市政府 它的違法失職 它在違法失職的過程中 這個黃黃部分 它一定營收11.1 我們算過了 這又是主事開發而已 還不是全桃源縮過的1.1 這就11.1 後來還有 跟我們彭彭先生 還有30的營收 它都要用這種價格的價格 讓我們出賣了 叫你大家倒出一盤 你一人倒出一盤 兩百萬 那你就彭彭先生在比方 百萬元 四萬人 一人倒出一盤 兩百萬 他就要補了 他就彭彭 好 再來 是怎麼這個條件 我們沒辦法頂想 我們來看 其實統治政府 在那一百萬八年 這間 它有一個開會通知單 召集所有的議員 所有的統治政府的 他們的辦公室所有的各部門 說有了 在政調啊 我叫他來看下去 那時候就有一個修法的草案 這個草案是經過他們的法務部 把務部門就是說 這個法務條件不可以 那時候就說 叮嚀一年 就要調到十四點八 就要調到十四點八 到現在呢 跟議員他們開會開後 出來的時候 說好十四點八 就像政府自己坦承 自己跟他開刁開刑十四點八 就說沒有了 就說沒有了 你說這個議員怎麼出的 那是怎麼有的 有的草案都說有 我們來看這個會議 主要修法重點 第二就是 不照新北市 為什麼 因為他剛才開這條 就差一點 所以這個隊員 沒對到就好了 人家是賣一個 獎金金青菜給我們 有百萬的 鐵輔車的人都說什麼 我幫你報著報著 我給你賣十四百萬 四十二萬 多少報著報著就有夠了 沒有給你生意要賣多少 好 第二 人家中還有建築物樓層加成條 什麼一種 就是這個統治原本的草案 要譬照新北市 樓層加是有的 一流五年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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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流五年百分之四十 三流五年百分之五 這樣叫做保存價成表 這個炒飯在裡面有 開會出來的時候去會想到而已 沒關係 再來 平點單價要調整到十四點八 那一五年 現在新北市十五點二 那對地十五點二 那我們現在要質疑的是 你把桃園市議員所有的議員 召開會議調到十四點八 最後自己公佈十二點一 再給市議會配側 人民我們的身家財產 就讓他們這樣完文字遊戲 十四點八硬生生砍成十二點一 然後文燦市長跟我們說 如果我想你調零點一比十二點二 你感覺這種的黑箱的協商過程 我們一票一票算出來的市議員 五十三個年 通市區的市議員 你怎麼可以做事不完 你怎麼可以跟別人無關 因為要不要緊心理嘛 你覺得無關的 要不要緊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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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納稅有的錢 沒有 趨斷增收 叫做財務制法 我這個比簡單 財務制法的意思就是什麼 他在政府的發動下 叫做獨立的集集預算 不會影響到任何市政府的財政支出 所以這個活動下按 他的開發的總會是1021億 他賺了費用之後 土地拿去賣 把我們的土地收來 拿去賣給賣 拿去賣給財團 拿去賣給賣 拿去賣給各項的土地主份 他都有收入1,230億 所以他最沒賺230億 最沒賺230億 我們現在看 代表誰 代表人家都對 政府的只要實行區段徵收 他每生一個屋 他就賺一個屋 政府你賺錢 我們在通過 現在桃園市 中路區段徵收 他開發139億 他要賺完後279億 都賺104億 所以桃園市政府 你到底一定賺很多錢 你還有很多土地 還沒賣 我們再來看這張 所以說區段徵收 賣到全台灣其他納稅人的錢 是用到我們自己去賣給訂賞 我們徵收賣給錢 第二 政府去幫你簽訂 幫你做一個計畫 公告徵收之後 把你的土地 把你的房子 變成國家的財產 變成財產之後 再拿去把銀行貸款 再來開發 最後再開發 把那些錢 寬一些給我們民主 存在通通收回國有土地 再來賣賣 賣完的錢 寬完銀行的貸款 跟政府進入結局 所以說 你拿我們的土地去造錢開發 你賺的錢 沒錢 沒錢 讓我們可以無透關千 讓我們可以賣賣賣 你最後還給我們 你最好還給我們 負債重建家園 你覺得我們吞得下去嗎 我們今天如果是一兩百戶 生意不夠大你就算了 我們今天是一萬多戶 四萬多人啊 所以十一月二十二號 去看根本聲音 大家就要喊大聲一點了 好 我們再看 我們航空城 我們直接來看 他都一直看G2的 我們來看航空城 航空城在這裡 接下來看第二十二章 這個講過了 來 接下來看第二十二章 所以這是一個G 他都要告訴你 你是不是 一千五百七十五億 他買了我們的土地 他賺了一千六百一十億 所以最多要賺 滾百元 這就告訴我 他的利息錢 他給他的利息錢 是二百五十一億 他保護我們的錢 這多少 一百五十一億 他保護我們的錢 一百五十一億 一百九十三億 他給他的利息錢 是二百五十一億 他保護我們的土地 和地上的錢 這一百九十三億 你覺得有效力嗎 你覺得合理嗎 這就是財務報表的問題 就是他不能做報表 就是他的規劃 他不是說他準備好了 他規劃好了 他還有賺三百 他每年三百的負利的利息錢 那是銀行的貸款的利息錢 我們只給他賺銀行的貸款的利息錢 就好了 我們的保障金都不夠 小位 這是一個居住公平正義的問題 我們配合航空城的徵收 這類的土地徵收法裡面 叫做特別犧牲 特別犧牲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但要讓我們能夠完全合理 或相當的補償 讓我們不必負債 最後因為我們的特別犧牲 你要給主獎勵金 讓我們可以好好的搬錢 讓我們可以不用負債 好好的搬錢 好 成貴 政司長已經說 這已經是歷年來最優的補償了 他如果補償 他如果有依法行政 尤其聽到每一百的平點 拚到十五點錢 教條 每一年他就換到教條 加上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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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保重金哪有法度重點 你若有法度重點 你若保得這麼漂亮 保得這麼好 哪有需要像在家裡的狂野 誰不是要在家裡的狂野 誰不是要留住去靜灘 來去禁酒 去拜拜 去死海花花花花 誰要在那裡 讓我們討厭 我們之前去陳情 由議員帶大家去陳情 從天堂壘 從天堂到家裡 逛去親居母 逛完再逛去台北京 逛去檢察院 逛到全部進去 如果保守得這麼漂亮 大家都在那裡 dell去 那就去當家裡 大家也想在想想 那就去當家裡 想說 我要說的是 政事長 說大家都評鑑你是五星級的市長 他也說他自己是社會改革者 社會有什麼問題 他就擁有出來改 他沒有包袱 他年輕 我們要講的是 即使你是五星級 這個是所謂的政績 你老頭做事情的政績 可是你衡量一個市長 一個首長 其實是勤政愛寧 你今天如果不愛寧 你接下來的勤政 就是所謂的行政坑殺 你如果不夠愛人民 你所有種的措施 你就是站在財團 就是站在別人的立場 來坑殺我們的權益 勤政愛寧 愛寧是最重要的注重 最後我要呼籲 政次長 你如果愛寧如此 今天跟未來 你不會有任何一個怪手 來強拆你老外姓的家人 絕對不會有任何一個怪手 到我們家 這樣你才叫做勤政待寧 政次長 我們要再呼籲 如果你愛寧如此 今天跟未來 你就絕對不會讓桃園市民 不會讓航空城的任何一個 徵收戶 因為配合政府的政策 必須要負債重建 必須要三代都負債 我們在場的大家應該都是鄭市長的支持者 當年也是一票一票大家去幫他拉票投給他了 那我們要說 請鄭市長不要讓我們失望 不要讓我們覺得和憾 不要讓我們覺得丟臉 那是我們的簡報 好那最後呢 各位朋友請示範 你應該有收到這張 幫我往上 11月22日我們在看馬燈 11月22日 8點40個女子車 來從基金庫幫你做成贊助 說哪有樓一婚 往上 往上 我們的訴求是只有三年 第一 我們全力配合政府的航空城的徵收 但是你不可以讓我們出在 你不可以讓我們強建 讓我們負債 第二 你近十年 我不管你是打一個管理的時代 我現在是在處理的 你處理就處理得好 近十年都沒調 現在給你調一個落差的這張 給你負債 所以有段段人扔下去了 所以總參事長 你要做得比較順暢 因為你是我們黨出來的 你也是民進黨 民進黨當民主執政 你就要有綠色保證 所以這段 這段你要保證 不要再補充我們的十大優惠 因為大家坐著口袋去拿就住了 你只是扔優惠 你這麼厲害 你這麼厲害 你你拔優惠 呃起來又再拿掉 又不去 還又沒有辦法去 第三 台段有沒有 政府的黑箱作業協商 就是他們把大家 叫去開箱 錢完整過四 14.8差不多 把自己砍成12.1 你怎麼可以容許這樣的黑箱繼續 我們桃園市所有的議員怎麼都沒有說話 只有游戶和議員一個人在那邊 變成姑娘一樣 好像不合群 大家都不愛自己愛誰 所以議員其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議員也幫我們接下了民怨 也幫我們接下了民意 所以我們在議會日子好 我們拜年我們在去 我們就做一點把這些民意 把這些民怨來去市政府跟他們說 你不可以這樣對我們 好 小位 我剛才有說 我們七千多份的陳情書 去到哪一家都說 投入市政府要有錢 去到總統府也是 去到前朝院也說投入市政府要有錢 所以小位我再跟大家提醒 11月日子好 這次你還沒空金 你絕對不能忍住 你這次還沒空金 你現在統統的所有管制已經夠了 你還沒空金 你保不下來 你就有錢 看你要三代 三代六代都要怎麼有錢 他要賺錢 肯定一代就要不可以回來 你如果是上班 像我這樣 領的四身水 看著看著看著 你還要有錢 你三代 所以11月子好 8點40分 你還要把你違法 沒有做好的事情把它做好 讓我們可以不要負財 不要負財 從建家裡 好 以上謝謝 好 那我們 我們來喊一下口號 好不好 好 我喊一下口號 其實我們真的很憤怒 真的很憤怒 122討回家園的抗議活動 好 好 在那裡 我喊一句 大家在那邊看 好 好 OK了嗎 好 討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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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良政府 無良政府 坑殺民眾 見價徵收 負債重建 強徵民地 獨立財團 政府違法失職 政府違法失職 十大優惠謊言 模糊違法失職 好 好前面好來 跑回家園 好為家園 管我一個家 無良政府 坑殺百姓 見價徵收 負債重建 好 謝謝 謝謝 好 好 好 我們非常感謝 今天來採訪的媒體記者 有我們的公視 還有我們的聯合寶 以及我們的中時 還有我們的 地方的我們的中家 中家新聞 還有我們的公民記者 我們的陳志明 以及中國時報 聯合報 是 台市 都有來 那感謝他們 來幫我們做一個發聲 讓這件事情能夠讓全部的民眾 都知道 11月22號 請大家告訴大家 一定要站出來 八兩四十分 管理這邊這裡 五牌車 五輛車 載大家回去 十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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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兩支持一同 市政府那 來鼓勤 我們兩千人的 抗議 抗議活動 好回家園 保護一個家 謝謝 今天我們記得會議到此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